这只猫眼龙窝纱就窝得比较专业了 这么长长的一刀 它在动 把它揪出来 完了 来不及了 捏都没有时间捏 这只猫眼龙有点活跃了 受到惊吓了 我发现我好像不是来赶海的 我是来捡垃圾的 这前面还有一个 天哪 这谁呀 知道豆浆最近经济紧张 给我来了副业 这应该是个空壳 空的 这不是扒软鱼吗 这都嘎了多久了 泛白了都 这已经都有一点腐烂的迹象了 这只不能带走 只能看一看 一般搁浅的生物它都是有原因的 要不然就是内脏不适 要不然就是 这个身上有寄生虫啥的 或者说是 环境污染 周末这边人还是比较多的 像这一片泥巴地啊 都是有货的 我这个小铲子还是不太行 应该用那种楼爬 就能爬出来一些 这种蛤蜊 哇 这两个好大啊 听了 名副其实的花甲 可以让粉丝绝了 再来一下 看看能有几个 一个两个 即便 还有一个 就三个 像我现在这个效率还是比较慢的 我之前一个小时 是卖力的挖挖了一桶 这也是为什么 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的道理 这花甲真的味道特别不错 我现在在扒这个袋子 这个袋子太大了 但是我们吃的时候 要吃这个中间的肉柱 就一丢丢 这些 其实这些 边上的东西也是能吃的 但是口感不佳 这些给小鱼小家吃就行了 咱们就吃这个 就中间这一丢丢 给它切成片 然后炒着吃特别好吃 给你们进去里看一下 就这么一点 但是它这个壳真的是好大好大一只 先给它 清理一下 一般当地人遇到这个袋子 基本上理都不想理的 它不仅重还大 主要是吃就吃那么一点 所以说也不值当呢 哎 这个 咋回事啊 这个花带馅啊 这白送上门来的吗 这种螃蟹特别可爱 哦我懂了 它是闻这味过来的 行行行 我赶紧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 这都是它的 像海里边的小鱼小馅 鼻子特别灵 闻这味之后 马上就过来了 带只肉猪回家 轻松多了 这是一个趁往的豆 这两天推大炒 看到鼻子了没有 咱们撒上关键盐 哎呦呦 吓我一跳 这出来的也太快了吧 哦 它这屁股一直在那边雇佣 看这个样子 应该是hold的不轻 这个蹭王 好像不是成年的 个头还是比较小的 不过这次这只比较听话 这撒上盐就能出来 都不用我自己去抓的 其实挖刹王是一间体力活的 看我这买手的沙子 今天没少抓 给它洗干净 这大鼻子 它这个鼻子特别特别好吃 肉质很嫩 技术罗应该是空壳了 这壳都已经被晒干了 主要浅碳我也没有发现 像这种罗是活的 基本上都是壳 不过这个壳是特别特别好看 我去给它洗一下 技术罗可以啊 颜值担当 这个可以带回家 然后做个装饰品 你像如果赶海的时候 你要运气好的话 像这种好看的罗 你能发现好几个了 我仿佛好像走在沙漠之中 这个地方的沙子软绵绵的 就走着走着 就给我产生错觉了 真像沙漠 像这个前面 跟这个后面相比 一下就是来到了鸡鸡蟹的领地 这部底挖一个鸡鸡蟹 给大家注入信 看看这个再不再加 哎呦 脸伤 直接一铲子下去了 嗯 没在家吗 在哪 在这 它特别像沙子的那颜色 很容易看不出来 这小家伙 看到它眼睛了没有 这个太小了 你像如果站起身来的话 怎么能发现这么一个小家伙呢 这俩小眼睛在上面 有点可爱 回家吧 最好还是给它埋上嘛 我怕这么大太阳 把它给晒死了 好 可以了 非常安全 这还有个尼罗卵 哇 这个卵好看 感觉特别圆 这边的水好像快要干了 我得给它想个办法 给它挖深一点 拖点水 这边的海水马上就会干掉 然后这个尼罗卵就嘎了 真好看 谢谢 观看 视频 观看